投资不迷路老板帮你顾 大家好我是赚报的老板 今天录影的时间是10月30号的下午 那比较关注的事情是下个礼拜 11月5号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日子 礼拜三 那大家都在说啊 说什么 川普如果选上了台股是不是就利空出境 同学你觉得是吗 我要你先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会来稍微探讨一下 另外呢最近很多同学来问问题啊 包括YT包括IG 那很多我发现你这个RBOS LINE AT你们都还没有加哦 最近美股在财报周了哦 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我很有可能会给你们很多要观看的资讯 比如说美股这些财报的资料 到时候呢 你要透过LINE AT才能来领取哦 包括我最近的一些操作心法 所以我请大家LINE AT一定要记得先加入好不好 你在LINE上面输入AT 小老鼠这符号打RBOS 雷BOS就是在下本能我啦 好那今天还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宣布呢 刚刚问题不要忘记哦 川普如果上了利空就真的出境了吗 今天这一集你要好好想一想哦 那最近的气氛到底在跌什么 到底在震荡什么 好今天大盘等一下看哦 今天大盘波动很剧烈哦 上去又下来 那另外呢为了庆祝雷老板 最近啊啊就是我新书热销真的卖的还不错 那我有推出一个活动啦 因为那个每个来跟我要清签书的人 就会说啊老板我加入你的会期 有没有扣啊什么的 来最近就是加入会员 就是想三毫零哦 你就定格看一下 会费会打九折 会期加码半个月 本来我是不想要加码这个半个月啦 但为什么我觉得得加 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天的主题内容 如果川普上了 你觉得他第一个动作会是什么 我会来问大家一下 那今天呢导播我们就不进广告了 因为我觉得这里就是直接给他接下去 应该没有问题吧 可以哦 好那所以呢我就会加码半个月 就是要看川普假设真的选上 或者是贺锦丽选上也好 到底我们来分析一下 真的马上台股就有机会结束震荡了吗 美股就会继续创高了吗 最后我再送你一本清签书哦 那这个是我签书会当天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光影拍得很好 谢谢我的制作团队 好首先呢 在讲川普会不会胜选之前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张数据 这张数据你要来要 就是要记得要加Lite 8好不好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的一个东西 是今天的外资的买卖超 你看每天盘后 我们的团队就要马上做出这些东西来 好外资呢今天啊 空单还有38,775口 也就是不好意思我拿个 我的闪电小棒棒呢 在这里 害我有点紧张 大家看到我今天录影就知道我在台中了 今天外资回补了空单2000口 大概2000一排口左右 我觉得还不错哦 那外资三大盘买卖超 外资不是前两天买超吗 今天又变卖超了哦 投信再度占回买方 质疑商不要理他啦 不是很重要 好那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 VIX指标恐慌指数看一下27.84 这个如果降下来的话 也会是好事哦 全部的人现在全村的希望 就跟你一样你手上股票了 都在安慰自己说下个礼拜 如果总统大选 选完川普的事情过去之后就没事了 同学从刚刚想到现在 你觉得没事了吗 我喝口水再给你想20秒 我不觉得没事耶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赌盘是怎么样好了 对讲到这个博弈的东西 那个雷雷雷老板就很有兴趣哦 这是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赌盘胜率 的一个预测啦哦 那你要这一张的来 加雷老板拉一头可以给你啦 这种东西都很好玩 在一路以来有没有 从五月啊从六月 本来川普还是 红色这条是川普 代表他们的颜色 本来还一度下来哦 啊为什么那时候还没换降嘛 那时候换降了吗 六月的时候换降了吗 大概几月 七月才换降嘛对不对 那七月呢 啊我只换降是谁 换贺锦丽上来嘛 那贺锦丽一开始声势还不错哦 可是最近啊经过了几次 啊公开的政策发表啊什么的 川普最近好像又开始上来一些了 可是啊只要每次川普出来选啊 其实大部分都是差别在那几个 要百周 我这里就不跟他赘述那个 美国他选举 他不是说我总投票的人 人民比较多 那个总统就会 候选人就会胜选哦 他是有跟每一个州还有一个叫做 那个叫什么票 突然间忘记 选举人票 没有错 他叫做选举人票 那选举人票呢 你要拿到比较多 你最后才是啊会当选美国总统 川普上一次当总统就是靠这个 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现在大家来看川普 赢的机遇比较高 虽然突然就说那川普赢了 是不是短期利空就要出境了 我在这里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说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减少了 但是川普上了 你不要忘记这两天台股台积电为什么被压抑跌不上去 因为川普说了嘛 他要跟台积电收保护费嘛 合不合理 其实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讲 他说台积电抢走了大部分美国的金片生意 我不能说他讲错啦 但是呢 就是因为你们美国的工资都比较高嘛 你们的人也稍微 我觉得比较懒惰一点嘛 所以创新能力比台湾好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台湾就是有一批良好的好商好水好员工嘛 那长期来我们就打 有办法打败其他金援大厂 所以台积电变成护国深山 那你现在就是希望说台积电去你们那边设很多场 资本支出 然后呢增加你们的就业机会 那当然身为一个总统 我上任我就是要有这个福利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对的 但是这会打压到台积电短期的情绪哦 同学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如果川普一上任 他就会说 就会否定之前他对台积电的那些言论吗 不会吧 基本上不会那个什么 招令募改吧 通常他这个政策 其实川普你去观察他过去有一段时间 他有时候讲什么 他就是会执行一段时间 中美贸易战他没有停过 好那假设他真的很想要跟台积电收保护费 你觉得会因为他真的当选总统之后 他就不收吗 我不会哦 我觉得他肯定会收 所以呢 他上任之后 你要等的是他的发表 他一定会讲到台湾 他一定会讲到 每一个总统候选人上任之后 他一定会讲到台湾 你要去看他里面有没有讲到很多有利于台湾的词或不利于台湾的词 所以我认为这个动荡会再有一两个礼拜 所以这也才是我这一次 新书热销计划 我觉得会起我跟店长讨论之后 我跟助理立委讨论之后 我们觉得应该要加码半个月给大家 就是说 反正在动荡期间我可能就会比较减少出手 那减码是我一项的纪律啦 对或错我先不管 反正我只要看到风险我就先降低 不然好像很多股票今天 昨天减错了 今天大盘早盘上去 结果下来 今天全市场好像只有在买一两档股票而已 因为尾盘大盘好像又收黑了 对那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你每天很开心的 以为赚了钱了 结果后来又收一个上影线 如果收上影线 我先不论明后天有没有台风价 如果晚上美股在四大指数 在稍微创高后之后回档一下 其实都还在高点 但是台湾投资人的信心 现在非常的脆弱 有一本书叫反脆弱 我建议大家也不用去看了 为什么因为太厚了 看完你只会让自己更脆弱 如果在这样四大指数 同时间又反压 我觉得所以现在只有一个状况 除非这里就一路涨到美国大选前 但是美国大选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川普的言论一定会影响到台湾 那时候只有当他发表了 这个言论结束之后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利空出境 而不是川普一当选就利空出境 所以很多人把希望放在礼拜三 我觉得这不一定对 对我要简单来讲 就从逻辑上来讲这是错的 我觉得你至少要看到下礼拜五 你让他把话讲完 假设真的是大多头 你少赚这5%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不是大多头 又开始回复震荡 对不对 讲完感觉台积电好像又要再跌2% 那你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所以你顶多上市5% 你看好一档股票顶多上市5% 你看错一档股票 让他卖喷还是怎样 5% 可是如果回来 你可能5到10%的空间可以去承接 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来提醒的 太多人把希望放在下个礼拜三 一选完就要马上大反弹 怎么样的 就算有反弹 只要川普一讲对台积电不利的话 我觉得盘中的震荡又开始上来了 我今天就是要讲这个而已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最近太多人来问了老板了 所以你们的问题我真的都有看 不管你在IG上面 在YT上面 我都有看 好 那这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手上会员有一些自写股 那爱迪达的业绩超乎预期 我一直跟大家讲 爱迪达它如果要超乎预期 它一定是靠中国 你看中国单季销售已经连续6涨了 从去年看到现在 我就说爱迪达会打败Nike 所以我们手上 这一波最近两天的回答 我们手上的爱迪达概念股都没有跌 反而还创近期股价的高点 所以同学跟着爱迪达走没有错 但是爱迪达这种东西 毕竟它是赚一个复苏股的 所以复苏股你要非常注意卖点 不然你好不容易赚的钱 会突然间一个回答你就不见 因为我们是做台股 你有能力你去做美股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讲 我们就喜欢做台股 因为我们很多资产 大部分的台湾散户的资产 就是放在台币 就是做台股 不要跟我讲说什么美股比较好做 你就是想要做一个靠近你的产业 人就是这样 不然为什么大家那么爱买台积电 不一开始就一直买NVIDIA就好了 所以爱迪达业绩这篇新闻 你定格你看一下 完全符合当初的老板的预期 就是我们都看好它 所以我手上为什么有两档 爱迪达概念股我一直都没有卖 因为这个新闻出来我非常开心 我觉得只要资产 开始要觉得要被保护的时候 钱又会进传产股了 传产股就是数字开出来 大家才要开始相信了 前三期净利大增1.6倍 中国单季销售连六涨 但你如果只看到这个新闻 你才进场 我跟你讲你来不及了 同学你真的来不及了 好我再跟大家讲 买一个东西好了 接下来还有一档股票 你可能可以去竞拍看看 就是New Balance的供应链 你想要知道是哪一档 你想要知道它接下来 什么时候要竞拍 麻烦你加入我的LIOT 来问我问题 我才要给你 你要有投入 我才会有付出好不好 不要只想当伸手牌 你如果还觉得 台湾自协供应链 今年来EKY上市的很强 接下来这一档 你喜不喜欢穿New Balance 其实New Balance也很强 它就是不运不活的 一直在打入我们的穿搭 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Nike跟爱迪达鞋型 但我从来也没有说 我讨厌New Balance 但New Balance的自协供应链 你在台湾好像比较少听到 但今年有一家挂牌了 如果你想知道 你觉得雷老板 你从去年到现在 时尚的产业 你都看得还不错 那麻烦你来Liote来留言 你说我想近拍 我就把这一档的近拍的资讯 我到时候收集完 我会传给你 但是如果你没有来加 扫这个QR Code来叫Liote 你就错过这个资讯 今年有很多的股票 你透过近拍 比如说新宇航空 我昨天讲新宇航空 今天航空业 不知道是听到我讲那一集 有没有 今天航空业是 其他的股价就跟上了 我看到旁中而已 尾旁我还没看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长龙行 我记得早上看还涨 2610虎航 其实最重要是虎航 2610小涨 虎航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是尾盘杀得比较急 虎航 对 昨天 我说我昨天一集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说大家最期待是什么 如果你新宇航空可以上去 我在创贵版的虎航 应该评价也要跟上 这就是我昨天的思维逻辑 现在他表现给你看了 为什么不是长龙行跟华航 因为我说如果你要挂牌 上市柜已经很久了 长龙行跟华航来看的话 你要小心 因为长龙行跟华航的历史的评价 已经在那边了 他已经本一比跟本进比 已经有点被固定了 所以能追上的应该是虎航 因为虎航现在还在创贵版 他有机会跟西域航空一样 刚上来比较新 大家对这个有热情 而且虎航也是目前EPS里面 世家里面 这些航空挂牌上市的贵航空里面 虎航的EPS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 好 所以你有看到那一集 今天你就会比较开心 再拉回来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参与竞拍 想要西域航空竞拍到 你就来秘雷老板 来我的Lite 我的Lite最近又会再加强 又会再改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资讯 我平常在看的 包括我看了复果资讯 我看了一些外资 投信的买卖超 我就希望我可以分享在Lite 给大家好不好 你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今天马上说好了 说好了你看财报周 今天有什么AMD的财报 跟Alphabet的财报重点 简单来讲 Alphabet我觉得这一边 广告业的复苏 Alphabet是做广告的 广告业的复苏就代表说 越来越多业子愿意加大广告预算 为什么 有赚钱 有赚钱才会投入广告预算 所以美国这次我们有机会软着陆 就是要各行各业有开始复苏的状况 从去年到现在一再的跟他强调 要走一个正常的复苏 降息才会顺利 软着陆才会达成 那第二个AMD NVIDIA跟AMD绝对是台股最 影响台股供应电最重要的两家产业 那我来看一下 AMD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给你看 因为你要少Lite 你要跟大家说 我要美股财报 我要美股财报 这两张才会给你 资料中心GPU 已经是AMD最具成长的动能 这个不是废话吗 AI晶片大多交由台积电来生产 所以AMD大部分的AI晶片 都是台积电来生产的 然而需求还是难以被满足 这个台积电在法说会上已经有讲过 所以他才会一直说 COAS的产能不太足够 所以以至于供应链 限制了一部分的成长动能 基本上跟台积电法说都吻合了 所以我认为AI业务 今天有一档法说 我的雷老板下午有请同仁去听一下 所以今天有一档法说 他打入了NVIDIA的供应链 本来已经打入了 现在又有新的产品来打入了 接下来也是我带会员 高机率会布局的一档 我觉得这一档高机率 未来还有50%的成长空间 那容我卖个关子好不好 这个我就想要留给会员 我看他一阵子 而且他最近也有发CB 股价最近吃完之后 振荡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长期上涨都还有空间 所以你对于说 手上如果AI持股比较少了 你接下来想要看 雷老板怎么布局AI股票的 麻烦你就开始来询问一下 OK 好 所以AMD的财报重点 跟Alphabet的财报重点 两张整理 昨天晚上加班开业车 整个研究团队 这两张 因为我知道你们没有时间看 所以都浓缩成一张 你想要对美股 回应到台股有点感觉的 麻烦你就来扫Lite 我要美股财报 我就寄给你 好不好 寄给你 麻烦你 就寄给当下 对我的业务人员 稍微好生好气一点 因为他们都很辛苦 有时候下班时间还要寄给你 大家要互相 这个我真的是不一定要给大家 只是我有研究部 要在那边 我就想要让大家看到说 我平常每天日也超 夜也超 到底在研究哪一些东西 好 那我的新书宣传期 已经到有一些时候了 接下来我要好好的来操练大家了 不要害怕被我操练 好不好 操练你们是要让你们的水准 更加的往上 OK 一讲到可以跟大家 再来操练做功课 我就很开心 好 那我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我觉得今天 昨天真的 大家看完那集星宇航空 大家来问问问题 问的都不错 而且有人答对了 我问的问题 我说我后面的猴子 一支是多少钱 有人确切讲出数字 这个一定是老铁 玉胜 玉胜说猴子一支7万 没有错 我那三支 乘到海底的猴子 花了21万元 真的 钱不是这样子 花了21万元 我宁愿投在 10张星宇航空的近拍里面 对不对 拍到了多爽 然后一路见证 现在的张国伟 如何打败过去的张国伟 这是我最想要看到的好不好 因为他以前把长龙航空 经营得很好 他现在要再出来 要复仇 好 所以有人说 老板 我问题给大家看一下 我揭露几个 有一些我就没有列了 有一些我就会失下回 太专业了 就是因为我说 我昨天那一集 会比较知识量 老板 魔物猎人的封册 今天开始的 你以为会不知道吗 而且我跟你讲 魔物猎人 现在免费 让你捏脸 四晚把免费 让你捏脸 就是你可以一直改造 你人物的造型 所以有时候 店长都说 我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今天的短影片 我还去 一早我去排什么 我叫我的那个秘书去排 去排猎人 今天上的新的分享餐 你不要问我 有没有抢到扑克牌 你也不要问我 有没有抢到卡牌 看今天的短影片 你就会知道了 好 所以我跟你讲 魔物猎人 封册今天开始了 我没有时间玩 但我可以跟你讲 这一次有三只的龙 我可以让你打 你就知道我多屌了 那你问我什么时候 会买魔物猎人的复刻牌 不是魔物猎人的复刻牌 猎人的复刻牌 我跟你讲 我会先等库拉皮卡下船 好 相当温馨的画面 这个要感谢我们的 那个助理立委 他马上就觉得说 台北的画面可以用得更好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画面不错 有什么建议麻烦 也分享给我 我的助理立委 他马上就会感信了 好 雷老板能介绍自己在复果 习看看哪些内容吗 我有跟大家介绍一下 不好意思 那我今天再介绍一下好了 因为这是我台中的电脑 我说我通常会这样 第一个是K棒一定会叫出来 第二个是我会更多卡片这里 我把重大讯息给叫出来 因为我知道你们想看 然后呢 重大讯息叫出来之后 属于表会叫出来 因为我马上知道赚多少钱 然后呢 最近有没有什么西文 会不会举断法售位 为什么 如果他最近有举断法售位 我想要了解这间公司的近况 波段的纪律 这本书里面最后就教你了 你去公开资讯观测在哪里找 可以找到最新的法售影片 那你也可以很快的从 这一间公司的名字这里 我一定会把这间公司的名字 公开说明书 股东会报告都打开来看一下 看这一间公司到底在干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来看最近市场上新闻 马上有什么 所以呢 这是我很喜欢的 那有一些东西 富贡 他马上就把你 已经内设在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他已经设定好都在这里了 诶 刚有人说我在开黄枪 我没有 我说说设定在这里而已 好 所以呢 台湾虎航的新闻都会在这边 啊 PTT他也整理好了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把这个重讯给叫出来 所以你看 像虎航 10月5号召开 上市前业绩报表会 你就要注意啊 如果你的股价在这时候前后有波动 为什么 因为可能就是人家在预期这里会讲什么了 好不好 12万 恭喜你猜错了 都不好意思 好 所以复果习惯看内容要哪一些 然后呢 还有我还是讲了 我会把我这些个股有在观察的 因为这个是之前的啦 我台中这台电脑攻击 我就没有放我平常在观察的 那我就一个一个立在这里 我最上面一定会放台积电 把台积电放上来之后呢 我会去参考 还有加权指数 我会去看说今天大盘OTC的涨跌怎么样 我的个股的联动性怎么样 如果我的个股的联动性 跟大盘加权指数 还是跟OTC贵买指数很差 那我就要注意了 我是选到特别冷门的股票了 那长期下来这种股票 我不能太多 因为我们要赚的是波段财 好不好 要坐在趋势上 那还有人说 想请教你老板 FWA族群如何操作 起基跟核琴共 有点利空彻底的味道 利空彻底 昨天就有人问我 我就跟他说3037 昨天有人 我的粉丝就传 财报给我看了 这是很铁粉的 因为是会员传给我看的 我就会看一下 他就说 哇 昨天3037 他有出现一个新闻 来 我们从复国来看 这里讲完 李老板又要喝水了 马上叫出来 这里可以储存 我刚刚是没有储存到 重大讯息 他公布了 猜测嘛 第三季 猜测的内容没有到很好 所以大家就有点紧张 就说这里就会说 EPS多少 期末盈余多少 那昨天公布了 我们看新闻会更快 星星开低走高 10月29 业外亏转盈 Q3获利近四年半新低 所以你看这个多方便 我们就这样马上点 新闻就可以看了 XQ还没有这么方便 XQ不一定会 整篇新闻的连接 那你可以转过来 反正呢 你看完这一篇 你会觉得星星很悲观 结果星星今天怎么样 一早 这个就会当成一个利空 是不是利空出境的彻底 所以你看一早杀下来 又稍微平满以上 杀回时日线在这里震荡 这里如果季线在外上来 月线再上来一点 所以高几率这里震荡 有机会去挑战 挑战哪里 我都不说了 留给我的会员 去跟着我了 好不好 那他这里提到了 和勤供跟利公彻底的味道 你就可以用这种新闻事件 来拨断的进去 这本书里面也有跟你讲 新闻事件还有一些东西 他都可以去看 有没有利空彻底的味道 所以这本书 至少要看我的频道之前 三百多块先花一花 好不好 这么多人在看 至少让我卖个一万本 OK 应该可以啦 好 那他讲到了和勤供跟企迹 来刚好我今天的日报里面 我的研究部的日报里面 今天就是在讲 这个族群 那和勤供这个 我已经关注蛮久了 整个来讲 我给大家一个结论好了 我现在发现 他的整个龙头股 所以呢 波段机率里面是跟你说 你一定要去看龙头股的走势 跟法缩会 所以第一个我会去查 智邦最近有没有法缩会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从富国来看 智邦最近有没有提供 对不起我都忘记要储存了 来储存 股价走势这个我不会看 我只会看K棒 好了 这里呢 比较可惜的是 没有说他最近会不会开法缩会 可能在日期再近一点就有机会了 那我就会再去把外资 有没有像这种新闻点进去 外资怎么看这个产业的 那我自己怎么看 网通这个产业 我觉得这位同学讲得很好 他有看到合约 智液的合约负债增加非常多 没有错 我今天日报里面有提到 所以你是不是我日报会员 你应该是我日报会员 中雷的库存也消得蛮多的 没有错 你又抓到一个重点了 所以这里低基期 我就问大家 你有买书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一刀流 一刀流里面 前两天的起机是不是一刀流 前两天的智液是不是一刀流 好 所以呢 今天这一根一刀流 那最近大家好像跟雷老板一样 都开始有注意到了 那如果你注意到 他开始过短期均线 不好意思喔 等我一下 这是你有开始有注意到 这个是起机 起机那一天 拉出一根红K 过全部的短均线 现在如果压回 如果你要使用一刀流来买进 你要怎么买 而且你要学会 你要怎么买 这我不能告诉你太多啊 对不对 这是会员专属 跟买书的人专属的 OK 但是我要整体来讲 今天的日报非常精彩 过两天 或者是过一两周 如果网通都涨上去了 我再来跟你讲一下 今天的日报内容 但是呢 我今天的日报提到了有几家 我接下来可能有在关注的 23-5的智邦 6285的起机 还有两家我觉得 出货表现都非常好的 所以呢 EPS现在也都非常便宜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可以买到 EPS跟书中讲到了 10倍到15倍本益比 低本益比的位阶 防守又非常好防守 各位同学们 你觉得我第四季 接下来会不会看网通呢 我留给大家来参考了 好不好 所以同学 今天最后要再跟大家推广一下 接下来我整个觉得说 如果大家看的没有错 川普上任之后 台股会迎来最后一次的利空测试 只要这个利空测试过了 他讲完话过了 为什么我多送了半个月的会期给大家 就是希望跟大家来熬过 所以为了我的新书 平常都不打折的 这一次的新书热销 如果想要加入的同学 要趁这一次机会 不然到明年之前 我看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了 要趁着我新书热销 好不好 心情好 经常庆功 帮人成功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会 手上的资金非常高机率 有机会可以迎接接下来 选后的震荡行情 那很多股票 我们已经可以震荡第一阶了 短期被扫出去 我觉得不用太难过了 因为没有办法 大盘就是长这样 但是你已经知道 大盘现在要挣你了 那我们不如就找更安全 更便宜的 第四季是一个做梦的行情 你一定要在正确的时间点来布局 好不好 像今天 我的日报就提到了 一个这么好的产业 它已经有机会让你布局了 有高有低 领头仰也跑在前面了 所以同学 我们还不赶快趁这个时候 我讲给会员听的 会员同学 这时候你不要再悲观好不好 等到每一次大家悲观了 开始说 花钱不如花到哪里的时候 差不多大盘 就要开始震荡起筹码了 等到你把最后一波卖掉的时候 大概就会 就会有机会上去了 那我不是说 一定是明天或后天 但我跟你讲 很快的 是因为今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跟降息 只要这两个都已经确定之后了 那有回档过了 也回档不太下去了 那时候就是你找 书中拨断几率里面 拨断标股至少30到50% 最好的机会了 好不好 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 我知道你还想听 但时间最贵 剩下的内容 我们就要到下礼拜一 再来跟大家来分享 好 今天礼拜三而已 讲错了 不好意思 剩下的内容 我们就要到明天 再来跟大家分享 他一直会想到 台风架不会放 就是不好 不要放台风架 我想跟大家聊天 不要放台风架 我想跟大家聊天 好不好 剩下的内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